首链我建议不要超过三条 你以为戴吊嘴不要超过多少颗呢 在疫情期间无论你有没有重招又或者已经康复 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如何修复重回身体能量的巅峰呢 那你就要参加我的水晶引导身体能量重新课程 还不快报名参加 一般人戴水晶通常是首链 有些人不想戴手链又想戴吊嘴 我会推介一些高频或者银石 因为平时戴一些小型的吊嘴 因为我们放在我们胸口的位置中蜜 它是发挥不了出来帮不了你望 这个能量出不了来 我会推介高频 例如美国闪明钻 它是属于高频的 你看看这个美国闪明钻是非常漂亮的 它带有点彩虹的 一定是美国那一只 因为它的能量是高频的 它出产地那边是非常强的能量场 你看看它是比较和不单静 它是很通透的 你看看见到吗 好像一粒很漂亮的钻石 如果第二种有什么选择 我会推介这个捷克隆寓石 看见到吗 它是来自宇宙的能量 它不是地球能量 它也是非常高的频率 或者像这些 或者是天铁 或者是变频的天铁 都是高频的 也是带在中蜜附近的吊嘴 是非常强的 或者是我想带在手指的位置 就是戒指也可以 但我也是建议用高频的 用高频的 例如这个美国闪铃钻的戒指 看到大家是很漂亮的 要是双尖的 或者是绿园石 这个是比较通透的绿园石 这个是深形的 又说有些四方形 因为它这么小来说 你带在手上 如果你带在其他水晶的能量 是释货不到出来 怎么说 它变成未必会帮你 这个磁场强而劲 你带了很容易得心认手 以上我介绍过 有些人总之 戴手链也好 吊嘴也好 释财专别 甚至乎什么都戴了 也可以